你没想过三十岁的自杀要死掉吗 我那一辈的人好多人都是这样 我跟我太太就是那时候男女朋友 都约定了我们二十四岁开始交往 我们都说活到三十岁太老了 我们三十岁那一年准备自杀 还想了各种的自杀的方法 当然说起来非常负面 那我也没死 因为结果慢慢到了 然后到二十九岁还真的准备了 准备了该买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烧炭的炭也买了一大包在那边 刀什么药都买 结果那时候生命很好玩的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太太怀孕了 可能为了准备既然都要快死了 赶快增持时间 每天晚上就快乐一点 我以为是另一个女的怀孕 我太太怀孕 那怀孕了那就好吧 那就生吧 那三十岁那一年我就当了父亲 那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觉得你干嘛要死呢 为什么呢 当你有了小孩 你就觉得你的生命有存在的意义 你的青春延续下来 你所有的希望 所有的生命的 你小孩替你重新活过来 那你更没必要活着了 可是我要先把小孩养大 那是麻烦 你这个不是玩笑 这个轻生死啊 往往真是发生在年轻 就是我看网上有过一个调查 跟踪调查 18岁的时候 调查好多这个高中生 都是说我要活到30岁我要自杀 然后就是这么多年后来又随访 再看他们就没一个还死的 就全活着呢 那理由不同 那么有你说的这个理由 还有的人就是说 是到30岁我是觉得人生 是没什么意思 但是呢 我想再等一等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似乎反倒是到了 我们这个罪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挺不好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点像一个守财奴一样 在算我的时间 以至于那天一不留神 把人家义军 小军军 他那小军军把义军给得罪了 我们这次拍那个行天下 就到这个 好 就有天晚上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酒吧吧 徐老师呢 就先上去睡了 然后呢 义军呢 叫了瓶红酒 我以为有什么心事 要跟我讲啊 结果什么也没讲 讲讲讲 最后一直讲到12点多 对吧 我再回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说 花不来 花不来 我昨天跟你聊三个小时 干什么 我说你看 第二天节目资料也没看 对吧 我说我以为 你要跟我讲点什么知心话 结果什么都没有 把他气的 小军军对不起我 背着我干这种事 对 就是我现在真的 你挺孙子的 我觉得就是 谁约我出去 好像我在心里算算 我算的这个账 不光是金钱账 不是说跟小青能挣钱 跟方舟不能挣钱 就可能各个方面 比如说方舟现在的 这个颜值啦 婚恋照 这个我们俩谈话的知心程度啊 就是你知道吗 我不知亏 就是说我得预期 这次今天晚上跟方舟见一面 能够得到或者是精神的满足 或者是物质的满足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意外 对吧 有一定的笔值了 好 可以投资 跟他去吃个饭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太自私了吧 那你可能时间太紧了 而且可是据说 你交集是一回事 我觉得每个人都交集了 不管是中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问题是你如何安顿你的交集啊 你的反应怎么样 比方说香港人有一个习性 我们在香港要来当做笑话的 在说你排队不是过关吗 自动过关了 只要你前面的人打手指纹 打得比较慢 卡住没有过 后面排队的人呢 就会给你听一个声音 你注意一下 这样很不赖烦 真的 那可是你在美国在日本 我告诉你 他们不交集吗 我不相信一定会交集的 可是呢 你要保持人跟人的基本的尊重 跟礼貌跟距离 他交集 他不会说在背后 这样子 甚至我碰过还骂了 开口了 骂骂骂张话 怎么搞了 怎么回事啊 他 大家交集 可是怎么样把你的交集的情绪 表达出来 那才是文明的差别 对 但是香港人大部分都很文明 但是我有时候也感觉到 有些有少数吧 香港人吧 有点得理不着人 而且就说这个着急 哎呦 我的天哪 就是你稍微红灯 你停的时间 变绿灯了 你慢一点 我觉得他怎么那么着急啊 滴滴滴滴就开始 而且呢 就是对你稍稍的 这个往左拐往右拐 犹豫 稍稍发生犹豫 你就觉得他完全不能忍 不能忍受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就是资源有限 所以大家都是那种竞争的关系 然后所以就会变得比较焦虑 就是比较着急 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车道是有限的 然后这个挣钱的机会是有限的 工作机会是有限的 所以大家会变得比较着急 因为我就觉得这种着急 我现在身边人特别特别多 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做这种 文化内容创业什么 大家都非常着急 写剧本的非常着急 做知识负费非常着急 是因为韭菜就那么多 你知道 为什么要着急 肯定都会失败的 为什么要着急 先摸一茬试一茬 大家就是觉得资源有限 然后所以我们都要去 虽然都会失败的 但能摟着多少是多少 就是这样的心态 就是你看在北京 后来我发现北京也这样了 就是你在北京这开车 要不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是 大部分都是很文明的 但是我也碰见有一次 我觉得骂得挺绝的 就是经常有那个 撑一下就过去 真不怕撞车呀 就撑一下就过去 然后我那个第二司机 把车窗一摇开 铺一口开 找坟地呢你 就是说你赶着投胎呀 就是 你这么我一说 我想起来 前一阵是在重庆吧 出的那个惨剧 一车十五人 那不就是因为一个 错过了一个站 着急 跟这个司机就骂呀打呀 最后你说 能急成这样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没有那么近 就是我的周围 也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人 再加上现在网络 就是会不断地有东西 来靠近你 这个地球越变越小 让你觉得急呀 局促 那就是很容易 就会产生这种愤怒 这个是时代造成的 我觉得是 我个人觉得是时代造成 对 包括有的时候 看朋友圈就看 哎呀这个人 他怎么怎么 这个过得这么好 或者是他 怎么领先我那么多 然后你就会 自己很焦虑 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生活 在北上广 你即使像我不上班 我每天看朋友圈 我都会有那种 我跟好多人同时生活在一起 同时竞争的那种焦虑感 那后来想 其实你说 如果没有这个 朋友圈微信之前 我对其他人生活 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我没有那么强的焦虑感 所以我觉得好多是 你被迫知道的太多 你被迫跟其他人 距离变得很近 被迫说的特别好 就是我本来是不愿意知道的 他突然跑到我面前来 你说你陈小青 那个节目上亿的流量 本来我不愿意知道 非放朋友圈 你是不是让我 当天晚上不好过吗 而且有很多的暴力的广告 就是靠 就是 什么 那个 找个工作 也要游行 那样的 就是你会特别反感 那现在我就会 就会觉得 我要舒缓自己 这是一个常态的东西 我要接受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我们现在越来越接受快餐 就是从叫一个外败 就迅速的就能到自己面前 但是我会坚持不吃 你坚持不吃 那足里就只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 你吃什么 我饿着 真的 你这头儿不太像 我真是饿 我瘦了15斤 就是因为不吃盒饭 对 我是坚持不吃 你看小青跟我就是 我跟你讲 我现在的减肥体会 就是只吃好吃的 如果这顿饭不好吃 饿着 就这样达到了 节食的一个 对 一个效果 真的 因为你知道 你就算两顿不吃 下来会也好吃了 有些人 特别年轻人 不确定下来也好吃 所以拿到什么快餐 什么都要吃 可是说 看朋友圈谈到 对我来说 这个效果刚相反的 当我看到那么多人 有不同的生活状态 我不会焦急 刚好提醒我 我干嘛又为自己眼前 这种小事情来烦恼了 原来小青先生 在北京吃这么好的 还过这种日子 我就觉得 我可以把我自己 从眼前的事情放开了 拔出来 拔出来了 我不需要焦急 也是一个出事的态度 不是啊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没有朋友圈的话 我反而会焦急 好像眼前的一切 就是我的一切 我只能拥有这个 原来朋友圈告诉我说 有这么多 不同的生命的 处理的方式 享受美食也好 谈文化艺术也好 做什么事情都好 反而可以 应该是把我们的圈子扩大 所以我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会看朋友圈 所以这什么事都得两边道理摆 它一定有好处 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科技啊 这个手机 你好像我现在就体会到了 过去在电视台 你哪能想到这样啊 就是我们录完了这个节目 我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 拿着手机就可以剪片子了 对吧 就可以直接像剪辑师一样 就直接操作了 这个极大的提升了你的这个效率 但是呢 问题也就是这个效率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现在觉得 人的大脑啊 是不是处理的这个速度啊 我见过有这个研究具体数字 我记不清了 就说我们的这个CPU啊 比如说一秒钟处理多少个比特 是总是有极限的 可是我们现在接受的 远远超过于我们能够处理的 有时候这个暴脾气啊 暴脾气是因为这个 这个接受的信息太多呀 你这个处理起来 它这个造成的 这生命真的能拿生命当于效率吗 生命怎么的 如果你像我刚才 我觉得我说我挺不好的 今天跟人谁出去 我都算值不值 今天跟嘉辉吃饭没什么效率 跟小青吃饭没准 能谈成一买卖 这就有效率 但是你要这么活着 最后不就是 这暴脾气都出来了 心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忧郁症都出来了 嗯 你觉得这有关系吗 但是就是说 其实这个很难的一点 就是在于你一旦 快起来的时候 你就很难慢 你就慢不下来 就我作为很多年轻人 他们看视频 他们从来不用正常倍速看 都是1.2 1.25和1.5 没有人用正常倍速看 就是因为你 你习惯了那个快的速度 我很自豪 我们我们的 要查我们的比例很 这算都是正常 因为你有个显微摄影 玩倍速看 吃亏 我也好 滑不来 滑不来那点慢慢看 对吧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 就是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你提醒自己 不要上这个车 一上这个车之后 你就不可避免的 随之加快 这个东西就是 是你自己无法阻挡的 但是你可以控制 你要不要在一开始 去选择快起来的那种方式吧 我是比较乐观 因为我觉得人能够 随着情况来调整 我们经常说中国人交集 不管在香港还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我们看一个情况 我们去很多单位来办事情 那个人的动作慢到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慢 做一个事情 然后慢慢给你填表 然后再找那个主管过来批准 然后主管慢慢走过来 我不能理解 我就想假如那个人 当他下班出来 走地铁 坐到什么地方 一定交集得不得了 一坐下来就点吃了什么 当他工作的时候 他就懂得调整 他就慢慢来 所谓的没有效率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不一定是说你快了之后 就慢不回来 看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值不值得 讲回朋友圈 我们都会觉得说 很烦 很多轰炸资讯 可是我每次去我爸妈家 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行动不良于行 住在小房子里面 香港小房子 基本上那房子小到要站着睡 然后多惨 对他来说 这个世界的希望在于说 他看着他的朋友圈 看着网络世界 我觉得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 他的宇宙 你说很小吗 可能很小 小到许多平米的房子 可是很大 很大 对他来说一天 我爸上网的时间 绝对比我多了 一天到晚刷屏上网 对他来说 假如没有了那个网络 没有了我们刚觉得很不缺的 你都不想再去看的 不是不缺 不想占用你太多时间的东西 我得借的东西 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宝藏 对他来说就是全世界 对我父亲 嘉辉这个事 他还是人不同 你比如说你就说超级 他有一种是急性子 这急性子他就是在古代 他也是个急性子 我们公司就有那种 就是你比如说采访两会呢 住在北京饭店 他就愣能 他愣能就是快走快走 到了人民大会堂啊 人家门口是那个当兵 你说你出去出去 穿着那个酒店里的 那个纸拖鞋 就来了 这就是真真事 他就是真急性子 急到有一回最绝的一回是什么 说不定你都认识那人 就是急了一回就下来 早上起来上班 哐到停车场 打电话给他老婆 把我衬衫拿下来 光着膀子就下来了 就是那个是性子急 但是我现在是觉得 我有时候我会跟我这个团队道歉 就有时候hold不住的 我认为这就是时代节奏 我应付的这些事情和信息量 造成的我的一种 一种焦虑的一种表现